肝在人体内有着重要的作用,主要是排毒器官,没有它人体就无法正常运作,肝脏是可以过滤血液,代谢垃圾,排除有毒的化学物质,是人体器官的亚发器官,出现问题了,也不会报警,所以大家要额外的关心。 这些事情你不要去做,你熬夜,长期熬夜会加重肝的排毒负担,晚上一点到三点,只需要血归肝的时间里,人体必须熟睡,若错过这个地休息,会导致肝血供养不足,长期不注意就会出现肝脏受损的症状,一点一点的侵蚀身体。 二,喝酒,酒精是未吸收,解毒的确实是肝脏,人体解毒任务是肝脏来完成的,长期大量饮酒,会引起慢性酒精中毒,对人体每个器官都有所害,特别是对肝,严重会引起脂肪肝,肝炎,甚至酒精性肝硬化等,酒精中毒还会影响下一代。 三,一怒,只能说不良情绪太伤肝了,做一个真的看得开,放得吓的人,这便是养肝的最高,也是最难的境界了。 一怒的人患肝病的可能性,比一般人高八倍,怒气会导致肝气厚腻,憋生,找不到疏解的方式,会导致肝气愈结,肝气愈结起不上不下,就会出现胸闷,月经不调,乳腺增生,子宫肌瘤,色斑。 高血脂,脂肪肝,高血压等等,四用眼过度,老话说,肝藏血,开窍鱼目,眼睛的健康和肝脏功能息息相关。 长期使用电脑,看电视,看手机,或者长时间看书,都是酒食,会造成用眼过度,所以说,酒食伤肝,很容易使肝水不足,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把肝当做一个孩子一样的。 不自主的关爱,不要等他提示,温馨提示,平时可以多喝蜂蜜菊花茶,蜂蜜是一种天然保健食品,菊花具有养肝凝目,清新,不慎,健脾和味,软喉,神经等功效。 蜂蜜菊花茶具有养肝凝目,神经止渴,消除疲劳的作用。 注,图片来自网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换えて,请关击。 谢谢大家